A.S.E.P.R. E.R.C. Conceptual Knife 概念之刀 项目等级Safe 特殊重措施 A.S.E.P.R. E.R.C.需被收容于一个大小至少为50公分乘50公分乘50公分乘10公分的安保索柜中 索柜需尽可能保持无菌 厨师 密闭 以免S.E.P.R. E.R.C.出现腐坏 一个是核放物20公分长 排厨房用到的泡棉模具 在测试2124-04后 以被放物S.E.P.R. E.R.C.内部 且在或批准的测试期间保持该状态 测试的进行需一名高级研究员 或其他有三级以上需可存的站点人员批准 在储存期间 任何S.E.P.R. E.R.C.之一个体都需放回核中 最好是放入模具内 对S.E.P.R. E.R.C.的测试 可在二级以上需可存的人员 填写表格2124-01后进行 自测试2124-09后 禁止对S.E.P.R. E.R.C.进行测试 除非有四级以上需可存人员直接监督 描述 S.E.P.R. E.R.C.是一大披萨盒 由双层棕色后纸板制成 S.E.P.R. E.R.C.内有油脂残余 在最初发现时出现了早期 发霉迹象 在标准灭菌程序后消除 除此之外状况良好 在披萨盒上方有一段用黑色墨水写成的文字 小型和内有隐形刀具 推测可能是以千字笔写成 S.E.P.R. E.R.C.的全部构成材料 包括文字所用的墨水 都是没有异常性质的普通材料 S.E.P.R. E.R.C.和普通披萨盒一样易受损 在测试期间需小心避免其出现腐坏 当有人类有意识地尝试从盒中拿起刀或是找出刀 该对象将能成功地找到该物体 称为S.E.P.R. E.R.C.之一 对象对S.E.P.R. E.R.C.的描述通常包含下列内容 感觉几乎就是空气 感觉我能捏碎它 要是过得太紧,它可能会从手里滑出去 S.E.P.R. E.R.C.没有可被探测的重量或体积 这和对象对其正卧着该物体的宣称显然是不一致的 然而在对象被要求以S.E.P.R. E.R.C.切割物体时 物体将会如同被厨房用刀切割一样遭到切割 S.E.P.R. E.R.C.之一 能轻松切开柔软物体 轻微用力下能切开肉类或脚硬物体 中度用力下能切开骨骼 使用极大力量下能穿透钢铁 S.E.P.R. E.R.C.之一 存在于其中的痕迹 所有被人类接触 用钳子、刷子、金属探测器等碰住其内部 均显示这是一个空盒子 盲眼摸索S.E.P.R. E.R.C.内部的结果也是如此 测试记录节选 测试2124-03,2012年2月9日 对象,研究员Clarent 由高级研究员Night及相关研究员在外观察 事件,在通过测试2124-01和2124-02 对S.E.P. 2124的大概性质有所了解后 研究员Clarent 开始测试S.E.P. 2124-01对物体的切割能力 特别是一般而言 难以被普通厨房道具破坏的物体 测试在标准基金会测试间进行 成功被切割的物体 落下的丝质手帕 S.E.P. 2124的部分残片 从普通的黑暗格丝牛上切下的丁骨牛排 不锈钢螺丝钉 未能切开的物体 两克拉钻石 基金会收容及强化钢 从S.E.P. 获得的材料 测试间的安全门 有轻微刮刹身 研究员Claren的工作责任 Claren将个体在自己身边挥舞 称这值得一试 测试2124-06 2012年2月19号 对象 由高级研究员Night和相关研究员监督 事件 D903和D108被要求进入测试区域 D903被要求拿起刀具 之后将其尽可能地插入一叠 提供奶油内来测试其效果 该过程如预期完成 造成20公分深的切口 D108被要求从S.E.P. 2124拿出一把新刀 D108试图找出一把S.E.P. 2124之一个体 但没有成功 宣称S.E.P. 2124是空的 D903被要求将刀以刀柄朝向对方的方式 递到D108手中 D903表现得很难握住该刀具的刀刃安全点 但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交底 D108接着确认自己握着一把刀 并在奶油上进行了测试 留下22.5公分深的切口 此时D299被要求进入测试间 D903和D108被要求靠后斩,保持安静 D299被要求从盒中拿出刀具并插进奶油内 D299成功地找到了S.E.P. 2124之一个体 并插出了20公分深的切口 D108确认自己人握着刀 也成功地用刀切开了奶油 三名滴减人员表现出困惑 D903确认自己没有握有刀具 并张开手在奶油上挥舞 以确认这一点 D108和D299被要求将刀具放回S.E.P. 2124中 动作成功完成 三名滴减人员随后被要求再次从S.E.P. 2124中拿出道具 仅有第一个尝试的D1903成功拿出 D299和D108都坚称S.E.P. 2124里是空的,没有刀具 D903按照要求将刀具放回 测试结束 测试 2124-09 2013年4月21日 对象 DG人员D788、D600和D962 由高级研究员Night監督 事件 DG人员被告知将对S.E.P. 2124-1 对普通材料以及其自身有核效应进行测试 DG人员被指示进行 在更多测试以及因D600做出违规行动引起安保介入后 所有S.E.P. 2124-1个体都被放回S.E.P. 2124 测试结束 附录 测试21小时后 D788逃出房间 重伤一名安保人员后被制服 D788称 你只需要看到盒子一次 如果你知道方法的话 D788在审讯中证实 他们获得了制造S.E.P. 2124-1个体的能力 这个个体的尺寸 与S.E.P. 2124内模具的尺寸有显著不同 在审讯中 D600和D962 都被确认能不依靠S.E.P. 2124 制造S.E.P. 2124-1 以上就是S.E.P. 2124 简单来说S.E.P. 2124 是一个外表看似普通的披萨盒 当把手伸进去时 可以找到一把不可见没有重量提及的刀 在不同人手中 大小会出现差异 如同名称一样是一把概念上的刀 这把刀极为锋利 而且只要看过盒子一次 就能凭空取出刀 这个S.E.P.最大的特色 大概就是随便自己的图片吧 但我却还蛮喜欢的 有种反差感反而让人印象深刻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很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E.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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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